营养均衡色相味俱全的月子餐 帮助产妇恢复体力补育宝宝 不过这些看似美味的月子餐 是否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 有鉴于近年产后护理照护服务需求增加 台北市卫生局要求月子餐供应业者 应申请餐饮卫生管理分级平和认证 通过业者授予优良标签 张贴在营业场所明显处 供新手爸妈参考选择 我们都希望一个月子餐 它不但是营养 每位它的卫生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卫生不佳后面都不用说了 所以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台北市有三次二家业者 我们召开了说明会 大家都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 针对今天记者会要做展示 第一时间就有在场的业者们 就是很踊跃的报名 代表他们对自己的一个食安 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是非常用心的在管理 针对我们三次条例三大面向 市民餐与资讯透明跟安心外食 餐饮分级标章就是一个安心外食的概念 我们这个标章在平和之后 会是两年有效期 每两年要重新平和 业者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标章 放在一个一页场所的明显处 那以业子餐来讲的话 在行销的部分就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资讯 让我们新手爸妈可以透过这样的资讯 确认说这月子餐其实在食安的部分 是由我们卫生局去认证过的 那让这样一个名单透过资讯透明 我们会在喜药专网 无地图IMAP上面可以进行查询 那么G&GP的这个五大面向 从这个从业人员的管理 还有建筑设施设备器具 还有原物料以及这个 制备流程等等的品质的管理 那有些部分其实我们自己的标准还会更高 像我们那个陶瓷碗的那个碗盖上面的胶条 我们都会拆卸清洗 然后再人工再把它安装上去 就是避免它草屋纳购 很棒在今年开始要推动强制业者 要来申请这个GHP的这个认证 我想这个对这个产业素质的提升是很有帮助 而且对我们的客户厂后护理师家 还有我们在家做月子的妈妈她可以轻松 有效率而且有一个公平客观的一个标准 来选择这个优质的月子餐 除了我们就是在基本的一个卫生的一个 GHP的一个要求以外 其实我们也有导入像IHASA 或是ISO22的一个就是管理理念 除了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进行从农场到餐桌的 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理念 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 那源头的部分呢 其实就等于说我们就是从食材的采购开始 那食材的采购开始 我们其实就会要求供应商提供给我们 以有HASA或ISO22甚至是产销履历 这样子的一个食材采购为原则 我们是有结合到说比如说 像营养师的这个对于妈妈的因子 比如说产后可能会有腹脏或者是说塞入 甚至是说可能产后的一些身体各种不舒服的状况 那我们依照我们的身体组成的仪器 帮妈妈去调整适合真正她可以吃的餐点 而不是一昧的可能加给非常多的热量或者是蛋白质 或者是水分是过量摄取的状况 我们是会调整成适合个人化的一个餐点的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营养师也不当只是只有做到我们的菜单的凯例而已 而是真正的实际深入到我们的厨房 跟我们的大厨好好地来去讨论 比如说像是人员的管理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会是我们的这个餐点 整体的自备过程当中的流程去优化 那甚至是卫生清洁的部分 因为其实在理论上面跟我们实际上的食物操作 往往都是会有一些些的落差 那在厨师还有营养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上面 让我们真正的去落实到所谓的这个餐饮的一个管理的部分 卫生局表示将要求北市32家月子餐供应业者 申请餐饮卫生管理分级平和认证 标章效期为两年 届时需再进行追踪平和 确保业者的餐饮制备卫生维持在一定水准 其实台北市政府定有此安政策的知识条例 那我们过去根据这个调整就相当相当多的一个努力 包括过去我们向了新的公告 针对了相当宽广的涵盖的内容 包括说各位常常会遇到的包括三餐或者是下午茶 早午餐、宵夜甚至于温商喜庆的一些业者 我们都尽量地来讨论跟进行分歧、分类的管理 针对这个所谓的月子餐的部分 我们也邀请了 在今年我们也邀请了相关的业者来进行讨论 看怎么样做一个认真跟表彰 也就是大家今天有看到这么的丰盛 其实这跟我们市府包括蒋事长所提出来的 催生助养好助的政策非常简单的观点 因为我们都希望在台北市的这块土地上 年轻人能够没有后顾之余 不管是生产前的考量、生产后能够有这种 月子餐来供应 北市卫生局将持续推行 餐饮卫生管理分级平和认证 分批分众辅导业者 落实食品安全自主管理 同时将平和结果公布在台北市食药庄网路地图IMAP 让民众随时可以掌握台北市食安查核的动态资讯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